谢谢主持人 还有周老师 还有我们师长 还有我们这个孙研究员 各位与会的贵宾 大家午安 我是台中院苏翰邦 我想台中院这边 其实我们长期在参与 政府的一些节能检探 乃至于近期的一些 近年转型的一些推动工作 那所以 因为我本身是读经济的 所以我试着以经济的一个角度 那来扣合今天 我们在整个 不方进攻这边讨论的一些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 那么或者是金融市场 这边的一些环境的一些营造 不过如果讲的不到位的地方 请各位先进多海涵 我想今天我的题目是 从企业的资讯揭露 这一块的一个讨论 我从这个欧盟 它在绿色政纲里面相关推动 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里面 我们看到说 其实它有很多的布局 跟能力建构 以及环境的营造 来吸引企业 在资本市场的一个参与 我想师部门的参与 在整个近年的一个推动 是相当重要的一块 那当然它的力道里面 除了在资本市场之外 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力道 是在产品市场 那产品市场 大概是我过去说比较多的 那就是在比方说 碳定价 在碳成本 外部成本内部化 CBAM 去透过这个边境管制 来达成全球的碳成本的一致性 那就是在产品市场这一块 那今天呢 我就可能用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先进来做一个 简单摘要的一个说明 不能要控 不能控制 那我用下一页 这边下一页也不行 好 谢谢 那我想今天我的标题 大概就是以这个 从国际的一些发展 那么特别以欧盟 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看说 欧盟在整个宣誓近年之后 那它怎么在五五套案里面的 忠诚配套措施里面 去强化在产品市场 以及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环境的一些营造 来吸引企业 共同来参与整个简单的一个作为 我想我们都知道说 整个企业在最近 特别是在近期 面对一些近年转型的一个潮流 我想整个压力 我个人把它解读来自于三个很重要的面向 一个是由上而下 就是透过一个气候法治的一个要求管制 要求企业本身在一定的时间 要达到一定简单的一个目标跟目的 我想国内就是气候变迁应应法 乃至于4月29号提出的探定价等等 那当然除了国内的法治之外 你还有国际的一个法治 包括说C-BAM 透过这个边境管制 你要跟我贸易的 你要符合我的游戏规则 我想法治面的一个约束 是企业本身来 我们所观察到企业本身转型压力 近年压力的第一道的压力的来源 那第二个压力的一个来源 我想就是有内 我定义是有内而外 就是呢怎么说 气候诉讼的兴起 投资者经营者跟劳工本身资讯的不对称 那它本身就会造成所谓的 因为资讯不对称造成决策错误 或者决策的误差 而产生的气候诉讼的问题 就是TCFD 因此呢 企业本身在资讯的一致化 跟资讯接头这一块呢 过去到现在 其实从一些柔性的倡议 慢慢的转变成是一个强制的管制 跟约束的一个作为 包括我们国内经管会 前面几位先进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推动 第三个力道是由外而内 由外而内包括说 我们台湾 刚刚其实市长也提到 台湾是一个以贸易为导向的 导国经济体 整个经济的一个动能 来自于国际贸易 其实代表什么 我们内需的市场 不足以因应台湾整个的经济的动能 所以呢 国际的情势 对于国内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 这个永续的经营 其实奔演相当重要的一环 包括现在 我刚刚提到的CBAM是一个 绿色供应链也是一个 民间的倡议也是一个 那这些呢 民间的一个倡议 某种程度 我们假设国内的企业要维持 整个在绿色供应里面的 绿色的竞争力 我们一定要改变 要改变是什么 你要低碳 你要绿电 你要永续经营 所以呢 我们看到说 我们也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盘点 静宁宣示这个洪流 从18年IPC跟我们讲说 要达到巴黎协定的 1.5度C的愿景 2050年全球要达到 静宁碳牌 这个声浪一起来之后 谁第一枪 欧盟 欧盟19年绿色正纲 提出了第一个 我整个欧盟的经济体 要静宁之后呢 全球世界各国 已经有超过140个国家 宣示要静宁 大家可能会想说 台湾的碳 占全球不要一趴 台湾要不要静宁 当然要啊 你看到右下角 我们国内 刚刚我有提到说 我们国内在整个绿色公共链里面 我们在全球的公共链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而且进出狗猫 驱动整个台湾的整个东西 动了 目前我们看到说 全球前两千大的企业 已经有超过六成 宣示要静宁跟绿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国内假设不做转变 企业不做转变 未来可能在公共链被提出来 或是在整个经贸里面 被一个壁垒给产生障碍 其实我们国内 就算没有宣示静宁 我们也要做转变 我想这是一个资讯的分享 那除了刚刚提到说 从刚刚提到的那些静宁 跟国际贸易的一个转移 是属于产品面这边的一些 发展的方向跟驱动 我驱动有两个 一个是从产品市场来驱动 一个是从资本市场来驱动 那么资本市场来驱动 我想要引用的是 资讯揭露这一块 刚刚提到的 那资本市场的驱动 为什么跟资讯揭露可以挂钩 我想资讯揭露 刚刚有提到说 经营者需要资金 投资者可以提供资金 金融业者可以提供资金 但是呢 今天如果因应气候风险 资讯的不对称 那变成说我在整个市场 绿色金融市场的营造里面 是资讯不对称 那这个资讯的不对称 其实某种程度对于整个资金的 供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我们早期看到说 从这个过去的赤道原则 以及TCFD的民间的倡议 到现在把它变成是一个 半强制性的一个规范 那以欧盟这个系统 还有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永续分类规则 那最后呢 再内化到CSRD 以及刚刚其实市场提到的 也针对人群的部分 有CSTDD等等 我想种种的一个变化 对于资讯揭露的一个要求 除了企业本身对ESG的一个规范之外 未来这些资讯的一个 为了资讯揭露的一些规则 跟永续的一些标准 也极有可能 内化到企业的本身的什么 它本身的所谓的这个信用平等 那信用平等就是跟资金的供需 直接挂钩在一起的 我想前面几位先进也提出很多 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现在就回归到汉邦希望说 透过欧盟的绿色正刚 它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划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它从产品面 产品市场跟资本市场 怎么来提出相关的配套 特别是在它忠诚的一个目标 它提出竞领之后 它的忠诚的目标 所谓的555 这个忠诚的目标 里面的去做加强 我想绿色正刚 各位先进应该都耳熟能详 它就是以敬你为愿景 以资金来驱动 整个部门的几个 主要的重要的一个参与 以资金来驱动技术的发展 再布局到不同的部门的一个参与 那台湾的十二强关键战略 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IEA的技术的选项 但是呢 以欧盟的这个 它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推动 我个人把它解读 它是资金驱动技术 再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去做 也许逻辑接近 但是呢 它的选择可能会因为国情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从欧盟的一个过程当中 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它学习了企业管理的一个观念 它用一个所谓的目标观念 TMS的一个观念 它要求你每一个 每一个底下这几个部门的一个战略 提出自己的所谓的时间表 路径图 再透过滚动式的检讨来确定 这个目标可不可以达成 我想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透过科学数据来去管理政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特别我们过去看到说 多数都在企业面的管理比较多 但它的做法里面 也把这样的一个思维 变成是一个政策管理的一个选项 所以刚刚我上一场没有来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几位好朋友提到说 其实数据来佐证政策的一个执行 跟绩效来管理 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跟重要的 所以从它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愿景过程当中 那我就看到说 它有一个长期的愿景 跟长期的目标 跟一个滚动式的检设的一个作为 但是205年很快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很快就到了 所以它在19年底提出之后 2020年马上提出了一个忠诚目标的加研 也就是55-55套案 那在55套案里面 我会选择55套案来跟今天来跟各位 各位先进来分享 主要是说它55套案里面 就针对产品市场 跟资本市场的能力建构 有很系统性的一个规范 那它的这个做法就是国际间 学习它的非常多 那首先在产品市场 就是各位先进已经耳熟能详的 那个CBAM 碳边境管制 碳边境管制你可以把它思维成什么 它以欧盟地区发散成一个 全球的外部碳成本内部化的一个过程 它把这种气候法制不一致 强制它加速它一次的 那它是从产品市场去做链接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资本市场 那资本市场就是从刚刚提到的 永续分类规则 资讯揭露 最后再去约束资金的需求者 企业这一端 以及资金的供给者 这个我们金融业者这一端 来去共同营造一个绿色金融的市场 来加速资 市部门资金的导入 跟去做它的一个媒合 它的一个媒合 所以呢从整个产品市场的部分 我想就是碳边境管制 那大家思考一下碳边境管制 为什么它定在中层目标 中层的策略 它其实跟长期的净领 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和tread off 因为我都净领了 我就不用课碳边境管制 不用课碳费 所以呢 它要在中短期就要去做 而且变成是一个加速器 乃至于我们前年人看到新闻媒体 我们捧部长 现在的捧部长 他认为说碳费一定要赶快做 因为它的终成目标 而且是一个加速器 它钱收进来之后 可以有很多的活用 你如果今天不做 都被别人守走了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整个边境管制 有两个很重要的精神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把碳的成本变成是全球一致性 也就是所谓的竞争的公平性 这样的一个论述 因为左手边是欧盟 它课比较多 我们台湾还没有课 那这个时候你卖过来 我就帮你课边境管制 所以呢 你付的成本跟我付的成本一样 竞争公平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思维是什么 防止碳泄漏 那防止碳泄漏 就是刚刚讲的是 以产品的角度 竞争的公平性 那什么叫防止碳泄漏 我们以企业的经营者的决策来去思考 今天如果Apple公司在 在左手边这一块来设厂 剩三分钟我快到了 啊 惨了 那我可以去台 我可以去没有被课的地方生产再卖回来 碳泄漏 我在别的地方排 我不在欧盟排就好 所以这碳泄漏的问题 所以我带过去 所以接下来我想利用 后面的几分钟来提到说 那台湾泄漏 日本市场怎么去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刚刚其实我在尾声听到很多先进也提到说 其实 怎么去认定一个永续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而且是很有艺术的问题 所以欧盟呢 在整个忠诚的目标里面 它就有一个永续分类规则 EU-Tephonomy 去做永续分类规则的一个定定 那最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定定之后 左下角移到Step 2 它把它内化到对于金融业者设计 绿色产品的一个规划 包括不同的颜色的等级 以及呢 透过产业的资讯的揭露 那把这样的一个思维 内化到企业本身 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必要去做的事情 那产业 它其实就是一个资金的需求者 我资讯揭露之后 未来我的揭露的东西 如果再内化到它的信用平等 那就可以扣而到左手边的 金融业者的绿色产品这边 所以呢 它本身 虽然说它强调的是资讯揭露 它的背地里 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环境的 绿色金融市场环境的营造 那最后再透过刚刚提到的 一些这个指引的方式 以及那个市长有提到的 在结合人群的部分 我想整个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很系统性的规模 而且它很快就做好了 它只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这边我想永续分类规则 因为我没有时间了 跳过去 谢谢 那我想金融市场 这分类规则 它最后就刚刚刚刚提到 内化到企业 跟这个金融市场这一块 其实中间本来应该有个虚线 如果未来整个在内化到 信用平等中间都串起来 就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环境营造 跟金融市场环境的一个营造 我觉得 它现在是规范欧盟境内的 大型跟上市规企业 未来会不会透过工业来影响全球 值得观察 我相信全球现在很多的 大型的金融业者 金融的公司也开始思考 这个信用评论这个议题 那后续两页的分开的说明 我想我都有简报的整理 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想这边是针对CSRD的一个论述 从过去的NFRD结合了EU.G.A.M.E. 变成CSRD 那它就需要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验证 这样的一个过程 来去认可你的资讯的一个准确跟正确性 那SFDR就是针对金融业者的部分 它希望你在设计金融产品的时候 也可以去论述你的永续性 透过不同的颜色的方式 右手边来去做处理 所以我想这是 他们观察到整个欧盟在资本市场 跟金融市场这边的一个推动 那这个我就跳过去了 因为我时间到了 最后我想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论述 最后我想停在我倒数的第二页 跟各位伙伴来报告 企业面临的困境 它是机会也是挑战 我想面对整个企业的 我用三个圈圈 面对整个金融的一个洪流 整个公司的治理 朝向一个永续的角度去做一个推动 不管是从环境跟人权 都要导入去做资讯的揭露 我想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从产品市场要去维持 整个台湾的绿色竞争力 我想良好的碳管理 跟碳的资讯的一个整合是必要的 因为未来企业都要要求 供应链都要要求绿电跟金融 那最后呢 绿色的圈圈跟蓝色的圈圈 就会带动了台湾整个企业的维持 整个台湾企业的绿色竞争力 以上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